要是我身體沒有 除意外的話 其實應該是用自己做的 可以那個小貨車直接從頭腦上 打開來這裡 然後就腦成檔了 大家好 我是孫女 到鄉下不是家打工成本的企劃 今天有新篇章了 但是呢 這次沒有在鄉下 是在台中市區 欸這工作我貌似也幫我上任何忙 因為他需要一點專業的技術 不過這樣認真想想 我們整個企劃就直接變成了 粉絲加承判而已啊 但沒關係 這個粉絲的工作呢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而且大家在生活中一定都遇過 就是傳說中看到要退三步的 大學長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年我辦了一場沒有小卷調的 夜調小卷活動 上傳之前有個粉絲 送我來自台中的鳳梨酥 感謝 欸怎麼這麼好 真的 謝謝 活動結束後 他甚至還順便載了三個粉絲會台北 而這個熱情台中粉絲就是 要我大學長 喔大學長 沒有因為我是開大專 大學長 對我是開大專 你是開大專的 因為鳳梨酥結緣的大學長 元宵節的時候 因為去金山找那個男人買茶壺 又見面 當時又瘦瘦的大學長自己做了 蔥油餅和肉燥麵 身為一個網紅 一天到晚趁人家東西吃 欸有點不太好意思 後來終於讓我找到了回報的機會 既然吃了人家鳳梨酥 至少該還人家奶油酥餅吧 於是就外送了 我在大甲做的奶油酥餅到他家 大學長隨口問了一下 想不想去看我的大車車啊 沒有他沒有這樣講啦 於是 參觀一下大學長的板車 看一下職業駕駛的車子 好多東西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東西 很多格西還有這個 這個時候砍樹 逃生工具 我以為要砍人 哈哈哈 有時候樹太低 要把它弄掉 不愧是台中人 哇 好大 你坐上去看 好多東西 你看看那個死角 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耶 對啊 學長消失了 那邊就是死角 蛤 好正喔 哈哈哈哈 然後有個超強電風扇 哈哈哈哈 冷氣是跑溫排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就這無線電 就是你可以聽 這是板車頻道 板車頻道 然後這個是國道1號 全學長有聽到嗎 沒有學長在線上 今天禮拜六個 禮拜六 然後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在前面 差一次 欸 可以有兩種 你按了什麼 這個嗎 所以平常要按哪一個才對 這個比較有威力 這個好像比較大聲 對 很多種機器我都還在 外手啊 各式各樣 好主機高風車 那藍色這條是什麼 那個是氣槍 因為有時候 爬完身上會很多灰塵 然後 我一上車之前 我就選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我還可以把整個車 撐起來 車子會整個撐起來 撐起來 撐起來 還撐到兩層都高 因為有時候路會不平 所以會需要這個腳馬輔助 哈哈哈哈 笑 有點可怕 大概兩層 好可怕 所以撐起來是為了要避 避開一些障礙 對對 然後這個 這個真的會動嗎 會 看起來很困難 不然我感覺載你們一圈 為了驗證時速表 到底會不會跑 大學長決定載我們出去逛一圈 好真 很晃啦 就跟你說要吃櫻塵藥 好晃 這跟阿里山小火車一樣 哈哈哈哈 看一看 大學長如何轉這個彎 先往左邊看 哇 感覺要撞到獎勵了 天啊 好 都覺得很像旁邊很像玩具車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晃 真的很跳 而且這是平路而已耶 對 當時早期一次的話 你會整個人撞到那裡 會整個人撞到那裡 會整個人撞到那裡 撞到那裡 哈哈哈 好大聲 因為有了這個刺激的板車 初體驗之後 覺得實在太有趣了 於是問了大學長 明明能讓我來趟 板車換宿之旅 說得上工囉 我們要出發了 堅持體驗當大學長的助手 第一天 堅持一天 堅持一天 開始抖了 大學長開了板車 主要就是載運各種機具 到指定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工作 是要把18米履帶高空車 載到工地去 我們第一站 距離這裡多遠 距離這裡 要是不塞車的話 二三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 你可以 離它這麼近喔 還可以更近 你看那個凸得很近 現在其實一台摩車過去都還沒問題 這時候大學長打開了無線電 而這次 終於有其他學長在線上講話了 只是 你小孩聽到的 北標拐八 不是北標等空 你以為是聽得懂啊 你有在聽得懂 他們在講什麼 現在北標拐八 就是那個公里處 北標178 有什麼礦 就是有什麼狀況 對 就是有什麼狀況 北標就是 往北 對 然後南標就往北 然後 然後講幾公里處 有什麼情況 然後我們都習慣講 12345 6 8 8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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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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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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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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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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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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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1 2 來高空車再回場 然後再趕到太平 把一輛早剪機從 A 工地送到 B 工地 雖然影片剪起來好像很快 但其實中間發生了很多驚險的事 例如 我的脖子 要小心 這個都會掉嗎? 筆桶原本是滿的 再滑回去全部都不見 Woo Woo 好近 最要注意的就是右邊白色那個車 那它這樣子停就是最不行 哇 要嘛剛剛就要停一個小時 停到這邊 停到這邊 停這邊 它停那邊你根本過不去 哇 那個腳通常就沒什麼 在鑽波就是早景機 開卡電線就要很小心 我從頭到尾完全沒有在關心電線 很正常 盡量持右邊 因為它電線是這樣 中間就垂下去 這條很低耶 那它現在電線上面都會裝矽港池 所以其實你的車不斷 因為整個電線桿都拉 這樣感覺 一支電線桿15萬 一支電線桿15萬 最少 感謝大學長讓我知道電線桿售價喔 吃完普世無華的大車司機午餐 我沒有立刻上車趕去再挖土機 而我身為一個板車司機助手 上路前幫學長問一下路況也是很合理的吧 等一下給你按著講話 然後你問他說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好那我按囉 請問學長後里南有沒有礦 小國 你就說 超收有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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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表示現在後里南有開 學長抱歉 學妹還是完全聽不懂耶 你剛剛問後里南有沒有礦嘛 就是表示問他 就是後里往南下有沒有路況 我們講後里就是直接講地方的意思 哦 所以他說後里南有沒有礦 就是現在後里有沒有開地方 然後他跟你抱小鬼 就表示現在其實是有開地方 人家都稱裡面的公務員叫小鬼 那沒開叫什麼 田圖 就是那個三角椎 他沒開會把三角椎 然後也學會跟你抱倒 就是他今天倒電沒有營業 哦 對 然後有時候是 他們會站你 他們去上廁所來幹嘛 因為講那個小鬼放了 有時候就說他們 重點是 除了這些 竟然還有 還有啊學長們 我們叫 叫那個後櫃車叫北東 舊護車叫小白兔 小烏龜就是小車 然後 多兒滾就是貨車 因為他問題多 然後一撞到就會翻車 尤其是那種 三噸半以下 都只好一顆而已 沒有人很難問 你叫我 給零掛 給零掛 哈哈哈哈 他要一點提升飲料 這樣 他要50 全車抖抖抖抖 要50 注意前車抖抖抖抖 他現在是回堵的狀況 哦 懂懂懂 是回堵的意思 他要注意後面的學長 注意不要開太快 大車司機是很愛用代號 對啊 就無聊嘛 就是有時候開車無聊 所以其實也不會無聊 因為你無聊的時候 就在想一些有東西 我等一下居然要開後面這個東西 太精彩了吧 然後等一下喔 好 把這個往下扳 然後你先往前推 這兩隻是前後 這隻是前後 一隻手這樣子 對 往前 對 兩隻在動 然後往後 往後 對 對 對 然後 然後舉起來 左手再直 往後拉 然後再往前 就是放下 對 慢慢放 慢慢放 你可以轉一圈 哇 你敢相信我在開 挖土機 哇 他的魔力轉一圈 OMG 我因為太興奮 直接忘記要體驗挖土 但沒關係 攝影師有記得 那麼就給大家看一下 夢想開挖土機的攝影師 挖的第一斗土 可以嗎 他可以嗎 挖土失敗 完全被挖起來 還好他最後選擇了攝影 而且我以為開上去 在那目的地就沒事了 沒想到大學長竟然說 還要去加油站幫挖土機加油 然後你的手握手 對 然後左手握手 左手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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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去嗎 可以可以 確定 等一下等一下 我的手卡住了 再來 左手握手握手 OMG 好可怕 可以 可以 拉我一下 等一下 右手握手握手 OMG 再高一點可以嗎 就是這樣子嗎 對 現在大概4.1吧 4.1公尺加油 它是加油孔 為什麼不能坐在下面就好了 誠摯的給挖土機公司建議 拜託把加油孔坐在下面啊 把挖土機下掉之後 我們還有最後一趟 要把兩台高空撿到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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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到彰化 那遇到三寶比較煩 還是遇到那些死錶仔呢 應該是三寶 因為錶他自己會轉來轉去 但三寶就是摸不透他的套路 你就不知道他 他到底要幹嘛 奇怪 你不是打右轉燈嗎 那你怎麼用一直自首 欸 你不是打右轉燈嗎 你怎麼左轉 怎樣分別 是不是三寶 要是開車的話 就是在車子裡面 戴太陽眼鏡 還包著冰不透風 那種不透風 技術都不太好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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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晚車沒開燈 他會這樣 然後我會提醒 通常我們大車會閃大車 所以有時候閃燈不是在迷你車幹嘛 是在提醒的 那你的大燈忘記開了 不要別人一閃燈就這麼有底力這樣 對 有時候可能看他沒開燈 看馬燈好 紅綠燈的話 我就拉鎖他 然後下去跟他講 下去跟他講 我就說不好意思 沒開燈 台中還是有這種好人的 哈哈哈哈 不是一閃燈你車窗 你就要拿球棒 呵呵呵 哈哈 哈哈 在台中被喬車窗 記得先看是不是大學長喔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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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在那邊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蜘蛛吸收 這邊也可以是小便轉的 嗯 不好吧 其實職業駕駛都還在 你真的有在這邊上過 有啊 真的有 其實剛剛就有一次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沒有發現 因為你這邊是死角的 對 原來這才是死角的正確使用方法 充實的一天勞動結束後 我們跟著大學長一起回家 大學長帶我們去參觀他的房間 你要介紹一下你的房間嗎 房間喔 其實沒什麼耶 就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 類似古灰彈的存牽頭 那時候我奶奶留下來的 摩斯密碼 對 因為我想說之後可以簽啦 搞不好奶奶有什麼姿勢 簽了個都沒裝 再來不是奶奶的姿勢 這是第一次 因為我蠻喜歡棒球 然後這是第一次接到 全力打大賽的球 中職嗎 對 中職全力打大賽的球 好 還有這個 我以前喜歡釣蝦 這個釣蝦組 這個線都自己綁 勾子 這個自己綁 之前開大車的時候 我老闆還不錯 老闆會直接 幫我出3小時的錢這樣去釣 因為我不吃 然後等於就直接把蝦子送給他們家 代客釣蝦 對對對 以前還會釣去賣阿 所以這是秤重的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 要是我身體沒有 除意外的話 其實應該就能去做 可以那個小貨車直接從後腦上 打開在這裡 然後就老成當了 那時候前前後後休養了3個月 然後每天都戴這個 還要戴這個睡覺喔 重點是要動 戴這個睡覺 對阿 因為你不能亂動阿 那他有陪你錢嗎 有阿 陪了算是幾萬 他的保險朋友 那這樣有完全好嗎 現在其實就是 有時候還是會暈眩阿 所以我才覺得 板車不太適合去開了 沒想到才來當一次板車助手 就直接變成最後一次了 那你坐到什麼時候 坐到四月底 就是這個月的月底 然後就要去打工換書 那你做這個工作做多久 前前後後三年了 然後開車從 從當兵的時候就在開了 在當兵的時候是開長官車 遇到最扯的就是 我在長官的助理 然後他也是軍人 我已經打方向燈 我想說奇怪 後面都沒有車了嘛 我就已經切過去了 然後他就說 同志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行 我說抱上長官怎麼了嗎 後面沒有車阿 他說不管 你要閃3秒鐘之後 你才可以切過去 然後我就說 是 然後後來 退伍之後第一份工作 送那個南北雜貨 三噸半把那個50公斤的糖 或是鹽 扛到店家來幫他收 然後那個開完就開垃圾車 以為開垃圾車比較便宜 因為有那個子母車筒 吃不吃要分類 台中的規定就是 一個車的斗子裡面 不能超過20隻鐵鋁冠 或寶克皮 超過連續三次 那台車就要停半年 所以他自己去 把那個 垃圾撕開 那時候有收過醫院 醫院的最難收 裡面那上面是養老院 尿布什麼有名 然後裡面就夾在一些鐵鋁罐 開完垃圾車之後 就是 開那個 醫院的 長官車 然後醫院的長官車 開完之後 就開板車 做了一年之後 先離職去開捐血車 對 然後捐血車之後 又回來開板車 那哪個車開下來 你最喜歡 應該是板車吧 對啊 因為板車比較 我比較喜歡自己人作業 無拘無束的感覺 就我開車生涯大概就是這樣 開到現在 那你是單純喜歡開車還是 沒有就是一份工作 雖然以後不開大車了 但大學長還是希望 誠摯的用切身的經驗告訴大家 珍惜生命 遠離大車 那看到大車真的要退三步嗎 要 就是其實真的死角 死角超級多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那個 用我們的板車堵太陽 最危險的時候其實就是 等紅綠燈的時候 因為等紅綠燈 你要一直這樣看 你要是沒有一直這樣看的話 你就很容易突然一起步還什麼 就可能去高樓 最想要 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盡量不要 突然在大車面前擊殺 離他遠一點就對了 不管是你在前面還是後面都可以 可是就是切記千萬不要在前面 踩煞車 對 有些運氣好的會殺得出 運氣不好你就全部上去 或是你可能就晚七天回家 對 以上就是這次板車換術之旅了 雖然身體沒有特別勞累 但精神壓力卻異常的大 明明不是我開車 卻一整天都提心吊膽 會不會撞到誰或勾到什麼 360度都得注意 不然隨時都會把自己或別人給送走 而且不是每次都是好走的路 這就是一個橋對不對 對變橋 水庫裡面的變橋 對 然後只有兩片別 對 然後下面就是河流 我跟大學長說 我開車很怕遇到大車 大學長淡定的說 你要相信 他不會撞到你 的確坐大車一天後 就有種旁邊都是玩具車的錯覺 不過這才容易令人鬆懈 時刻都要提醒自己 這是移動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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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是有很多惡劣的大車司機 但同時也會有下車敲你玻璃 提醒你大燈沒開的學長 最後祝福大家都行車平安 也祝大學長可以安全下樁 你也算你 對了 忘記告訴大家 大學長平時跟阿姨還有大哥一起住 阿姨是鋼琴老師 而大哥 這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快炒店幹的 有入鏡嗎 欸欸欸欸 他犯罪紀錄會拍下來這樣好嗎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他荷蘭公主啊 你看看他是 全部都北西亞 就很時尚啊 你看 嘖 不是因為這樣 邊大便的時候可以邊烤 大碗 可以直接 因為剛好在那邊有這個 還是一個會在廁所放烤吐司機的超級怪人 關於大哥的畫面故事 下次再見給大家看啦